你若不收手的話 我們北約就要對你有動作了 北約很明確講 它印太地區直接關係到 我們歐洲跟這個大祥地區的安全 它中共的所作所為 對於歐洲 對於北約 形成了體系的挑戰 翻成白話就是意識形態上 跟我們不同 你價值觀跟我們不同 就是體系挑戰 體系挑戰到最後就是 不是你死就我亡 是這個意思 就跟當年對付希特勒的話 幾乎是一樣的意思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政經最前線 無碼看中國 我是主持人張國城 那兩個星期前 也就是7月10號 那北約75週年的高峰會 在華盛頓DC召開 那這個會議非常重要 為什麼呢 因為在會議的第二天 北約32個成員國 發表聯合公報 強調支持烏克蘭加入北約 而且對於中共 發表了非常強烈的譴責 對於它對俄羅斯 發動侵略戰爭所持的立場 有非常嚴厲的批判 所以今天節目我們來深入的談一談 因此我們請到國際政治的最權威 兩岸問題的專家 國立台灣大學政治系的民運教授 明居正 明老師 來到我們節目跟我們深入的談談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好的 我們剛才提到 北約成立75週年的高峰會 這次特別在美國華府舉行 北約總部是在比利時的布魯塞爾 是 那這次特別移到華府 這當然有一定的用意 而且這是在俄國入侵烏克蘭的戰爭 已經滿兩年了 進入第三年 國際情勢非常動盪的情況之下召開 所以它這次做出了跟過去非常不同的決議 那這個部分是不是先請老師 跟我們介紹一下 對 它這次就像你剛剛開頭所說的 北約這次開會 它的確發表的東西跟過去不太一樣 當然有些意思或是脈絡是相近的 但是用詞的準確性跟那種強烈性 超過以往 就代表他們對問題的看法跟立場 有了比較大的這個變動 我想大概我可以抓著幾個重點吧 第一個重點是你剛剛提到 就是烏克蘭加入北約 他們是這麼說的 他們說這個 北約觀察到烏克蘭呢 它內部的民主化的程度 就向前推進 然後經濟這個自由化的這個程度 向前推進 然後在安全部分的這個改革呢 或者說國防問題改革呢 也有很大的推進 他們做了 在這三方面做了比較重要的工作 所以北約國家認為繼續支持烏克蘭 走上它不可逆轉的 跟歐洲大西洋一體化的道路 包括加入北約在內 是 這個這句話有點囉嗦 我得稍微解釋一下 因為在蘇聯瓦解之後呢 就1991年蘇聯瓦解之後呢 我們可以看到 歐洲國家的整合速度呢 開始加快 那後面很大的原因 我們將來再說 重點什麼呢 就是歐洲國家開始加快 就是加快一體化 像什麼呢 走上一個 我們叫做United States of Europe 就是歐洲合眾國的這麼一個方向 當然現在這個步履還得瞞山 就是有點進進推推進進進推推 中間包括英國推出來等等 但是歐洲一體化呢 一開始逐步實現 各位看到一點點清楚 基本上大部分的歐洲國家 統一用歐元嘛 然後貨幣一體化了 貨幣一體化呢 就等於內政各方面很多呢 逐步要開始一體化 所以剛剛講說 歐洲大西洋一體化的進程呢 現在看見就是 烏克蘭也向著方向走 然後烏克蘭前進的方向呢 接近他們的標準了 所以他說是不可能逆轉 就是說它遲早就變成我們的一部分 這話講得很白了 我們再說一次啊 就是北約這些國家講 現在因為烏克蘭各方面的改革 所以他將來是不可逆轉的 變成我們的一部分 包括參加北約在內 這話就說得非常明白了 也就是到了那天呢 如果說他真的在戰爭結束前 如果參加北約的話 那俄國面臨的就是跟北約的成員國作戰 那如果說戰爭結束之後 他再進來 那將來你再打他 你就打北約的一部分 這話已經說得很清楚了 這第一部分 第二部分當然回來就講俄羅斯了嘛 因為你是始作俑者 所以對俄羅斯最大批評 你不負責任 你用各種各樣的核子武器 或核子戰爭言論呢 在威脅我們 然後呢又宣布在白俄羅斯呢 擺戰術性核子武器 然後白俄羅斯呢 又為俄羅斯侵略武漢呢 提供了各種便利條件 所以譴責了俄羅斯這些行為 當然他們也說 雖然我們譴責他 但是我們將來還要保持 跟俄羅斯的溝通 因為這個答案很清楚 我們過去講過 就是歐洲各國呢 對俄羅斯過去有一個重大錯誤 就是在能源跟在原材料上面 依賴太依賴太重 搞到現在有點偉大不掉 都退不回來 那所以俄羅斯 這個發動這樣戰爭之後呢 大家要譴責他 要制裁他呢 其實本身也有相當大的負擔在身上 這第二問題 第三問題講到中共 就剛才你講的 他們講中共是Enabling俄羅斯 去攻打烏克蘭 這個字翻成中文叫什麼呢 我們現在叫什麼協力者 協力者或是說能夠出力氣 幫助他做成這件事情的人 就是協力者 所以簡單說就是 他是一個戰爭的推動者 雖然他不是發動者 但他是推動者 然後呢中共構成了體系性的挑戰 這詞呢我們等一下再解釋 其實過去的幾年呢 所以我們從2021年2022年呢 我們已經看到 北約已經開始關注亞太事務 然後對中共呢 已經提出了比較輕的批評 但這次批評比較重 等一下我們再詳細講的部分 這第三點 第四點呢就指責伊朗跟朝鮮 就是北韓 對俄羅斯提供了戰爭的軍火啦 提供了武器啦 然後阻擋他這個戰爭 那當然就是也擔心說 這個北韓呢 是不是過一陣的 不怕地面的這個工兵部隊進去 進俄羅斯呢 甚至幫他打仗等等 這第四點 第五點呢 北約很明確講 他印太地區直接關係到 我們歐洲跟這個大祥地區的安全 這話過去很少講 過去我們看過這個 歐盟的外交首長波瑞講過這個話 但是你說北約這麼高層 這樣才講的話 然後32國同意在公報上這樣發表 我們還真的第一次看到 然後所以他們說 我們要加強我們北約呢 跟印太地區跟亞太地區夥伴的 一些聯絡關係怎麼等等 這事情從去年就開始 就去年這個北約會就開始了 邀請了日本跟南韓呢 去參加會議當觀察員 那麼今年呢 邀請日本南韓澳洲跟這個紐西蘭呢 參加會議 然後跟這些領導會面 也跟歐盟的領導會面 換句話說歐洲跟亞太呢 現在因為中共的原因呢 開始越走越近了 然後這第五點 第六點比如說 那我們自己要強化我們的防空的 跟導彈防禦的能力 然後加強我們的核威則能力 也就硬的剛剛講說 俄羅斯對這個歐洲國家的核威則 換句話說就是他們對於戰爭的這些走向 跟對烏克蘭的這個局勢的關切 乃至對亞太情勢的關切呢 跟過去有了相當大的提升 所以我們看到我剛剛講說 第一呢用詞比較準確 第二呢用詞呢這個措辭比較重呢 都表達了他們這種立場的轉變 好的 我想老師呢 對於這個北約的態度轉變 做了非常清楚的這個敘述了 老師說我個人的感覺是 就是北約醒過來了 是 因為我們看到北約32個這個成員國 其實就是這個地球上 基本上就是發達國家的組合 這個不管是經濟也好 還是民主也好 大概世界上大概這個富人俱樂部也好 還是發達俱樂部 大概這個北約就齊了 都在裡面 都在裡頭了 但是呢過去我們可以看到 相對來講對於這個俄羅斯 更不要說是中共 感覺上比較姑息 或者是講說這個白左的這個味道 相對來講還是比美國來得濃厚 但是這次看來 各國的立場態度非常一致了 而且呢我個人覺得 這個俄羅斯打烏克蘭 它一個重要理由就是北約東擴 這個烏克蘭要加入北約 所以遭到了這個俄羅斯的阻止 但現在看來 適得其反 你要阻止它加入北約 反而讓它更快加入北約 對 我想呢這個對於中共來講 它對台灣的威脅也是要阻止 台灣進入國際社會 阻止台灣的民主 那北約這個態度呢很明顯的 也是給這些潛在侵略者一個訊號 你採取戰爭這些不理性的作為 都會讓你適得其反 我認為這個北京呢不可能沒有看到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說這一次呢 當然北約關係的最重要的是 俄羅斯侵略烏克蘭的問題 但是呢對於這個中共 他們也做了非常嚴厲的譴責 這個在過去是很少有的 所以這個也是不是請老師 也給我們說說 對 因為這個問題呢 要這麼說 因為這個我們等一下就講到詳細的文字 北約的這個宣言文字出來之後呢 很多人讀完之後就說 北約是不是把中共的威脅 甚至擺在俄羅斯上面 我覺得可能還沒有 當然北約現在的態度就是 我這邊關起俄羅斯在打這個烏克蘭 因為它畢竟離我們比較近 對別人來說 對歐洲國來說離我們比較近 所以他們比較關切 但是他們注意到說 中共呢你幫助它 然後你在這地方呢 又去威脅台灣 所以我很早就講 我說其實對於歐美這個國家來看呢 他們看見就是 如果我們不在那邊把俄羅斯打敗 不在這邊把中共嚇阻的話 我們面對了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戰 所以你剛剛說 歐洲醒過來了 我覺得這話講得可圈可點 真的就要醒過來了 所以他們對中共的態度呢 我覺得恐怕 還不只是表面上講這樣的 也就是說不只是譴責說 你怎麼樣怎麼樣 我們先把一些語言話呢 找出來看一下 事實上這次北約的宣言呢 對於中共講了好幾段話 是 我們把這幾段話都介紹給大家聽之後 大家就明白北約現在態度 有什麼樣的轉變 第一個就剛剛講說 你說你是幫助俄羅斯去打烏克蘭的 這個戰爭的推動者 它叫Enabler 或是Enabling 你就使得俄羅斯更有能力做這事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呢 你這種行為呢 增加了俄羅斯對它的鄰國 跟對歐洲跟太平洋 大西洋地區呢 這個的威脅 換句話說 原來俄羅斯已經構成威脅了 但你這樣幫忙之後 增加了它對我們的威脅 增加對區域的威脅 所以北約講得很清楚 我們呼籲你中共 作為一個聯合國的安全理事 或者常任理事國 你必須遵照聯合國的憲章 你要做什麼事 什麼什麼事 停止對戰爭的資源 不管是物質上的資源 還是政治上的資源 第一個呼籲 第二個呼籲 他說 中共不可能對於在歐洲 發動一個近代歷史上 最大規模戰爭的時候 然後呢 你去幫助他 然後你幫助他這些事情 不對你的聲望 跟你的地位 跟你的利益造成影響 這不可能的事情 這話說得很囉嗦 我們把它翻成白話 你中共對俄羅斯提供的援助 然後發動這樣的戰爭 這樣的戰爭是進來歐洲史上 最嚴重的戰爭 你幫助他這件事情 一定會傷害到你 翻身白話也是這樣 傷害到你什麼呢 傷害到你的利益 傷害到你的地位 也傷害到你的國際聲望 這話都講得很貼欠清楚 所以剛才我們 為什麼我們講說 過去我們沒有看過 這麼嚴厲的措辭 就是他你很明白講 第一你是一個協力者 你是一個推動者 至少你一個什麼呢 因為我們用中文來說 叫助作為虐者 可能更準確點 你來助作為虐 所以我們現在把你指出來了 然後我也告訴你 你不可能這樣助作為虐 而沒有代價的 換句話說 你若不收手的話 我們北約就要對你有動作了 這是一個警告在先 大家讀懂這句話 他不是隨便講講 因為這話講到這個份上就是 你再下來的話 那我必須還手 是 北約就是這意思 好 這第二段話 第三段話過去講過了 我們再說一次 他中共所作所為 對歐洲對北約呢 形成了體系的挑戰 這詞我看到中文翻譯很多 翻譯不準確 翻譯系統性的挑戰 聽起來意思相近其實不一樣 系統性挑戰就是說 它很嚴密 它包含多方面什麼等等 在英文裡面 體系的挑戰意思什麼呢 你在價值觀跟生活方式 跟最基本的 對歷史跟對人類社會的態度上 跟我們不一樣 翻成白話就是 意識形態上跟我們不同 你價值觀跟我們不同 這是體系挑戰 體系挑戰到最後就是 不是你死就我活 對不起 不是你死就我亡 是 是這個意思啊 就跟當年對付希特勒的話 幾乎是一樣的意思 所以大家得聽明白 好吧 那麼這個講完之後呢 北約的秘書長呢 斯多登伯克就講了說 你中共 他在新聞發布會上講了 中共呢 你對俄羅斯提供零件啦 提供晶片啦 你幫助俄羅斯可以製造 導彈啦 武器啊 炸彈 飛機啊什麼等等 然後製造各種各樣的武器 這東西呢 我們是不可容忍的 是 這話講得很清楚啊 不可容忍啊 然後斯多登伯克講說 我們這次呢 這麼多國家 能夠形成共識 然後這麼強烈的發出來 這種訊息告訴你 這是我們的第一次 就明白告訴你說 我們現在32個國家 在這裡上呢 已經達成共識 已經團結起來了 你要是不敢選更正的話呢 那後面呢 你要負責代表非常慘通 他等於回應 剛剛前面文字的部分 這是第五點 第六點呢 公報還提醒了 中共在太空的能力啦 跟太空戰的活動啊 還有網路啦 跟混合戰啦 什麼等等 這個當然我們也 也都提會很深刻了 最後一點講就是說 中共正在擴大它的核武庫 然後對國際行動威脅等等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就是 北約這次是32個國家的公報呢 對中共用了這麼多段話來講呢 第一 這過去沒看到的 第二就是我們剛剛所說的 它的文字比較準確 然後呢措辭比較強硬 意思就是我已經對你發警告了 我已經很注意這問題 而且我很關切這問題了 如果你再不收手的話 我們就視你為敵 那至於怎麼去敵對你呢 怎麼去對付你 那是下一步 我們現在先不說 那現在給你一個呢 向後轉然後改旋更章的機會 是 我想呢 這個老師提到一個 非常重要的點 就是說中共如果說呢 這個再不改變它的作為的話 那我看北約呢 就是像剛才老師說的 就是要以中共為敵了嘛 當然這不是馬上 但是我覺得這個方向是確定的 是的 方向是確定的 那北約呢老實說32國呢 這個也是世界上經濟這個總實力 科技總實力 加上它的人口還是非常高的 這個只是過去呢 這個相對從蘇聯解體之後呢 我個人認為呢 他們在這個防衛上來講 相對是比較放緩下來 但是呢北約我們要認清啊 它就是一個反共的同盟 當年1950年成立北約的時候呢 就是要防止共產對這個蘇聯的侵略 所以呢北約本來就是一個 反共的這個老手 只是呢這個蘇聯解體之後 把它的力量分到像反恐戰爭啊 南斯拉夫的衝突 但是呢我想反共這件事情 對他們來講 還是有這個非常多的歷史經驗 跟架輕就熟的 不過我想也要請教老師一個問題 就是說他們過去呢是反蘇 這個北約很多歐洲國家呢 其實對中共的態度來講 是比較溫和 尤其是最近我們看到 習近平也跑到這個匈牙利 這個感覺上匈牙利也是北約啊 所以以前又有人說 這個中共想要分化 美國跟歐洲的關係 而且感覺上呢 還有很多人說 只有美國在反中共啊 歐洲呢或站在這個中共這一邊 至少在經濟啊 在什麼其他的方面 可是目前看來 嗯 顯然不是這樣了 不是這樣 北約呢對於中共的譴責 措辭比過去要準確 而且要嚴厲很多 這個跟過去是很大的不同了 那想請教老師就說 那為什麼最近呢 會有這麼大的轉變 除了這個俄羅斯侵略烏克蘭的戰爭以外 好 中共還幹了什麼事 好 讓這個歐洲呢警覺起來 回到你的問題之前呢 我想先區分一件事情 就是北約跟歐盟的這個 這個關係跟差別 歐盟呢是以 北約呢是以美國為首的 聯合了跨大西洋兩邊的多個國家 所形成的一個軍事同盟 軍事同盟 就是美國為首的 他是一個軍事同盟 然後指揮官呢基本上是美國人 是 這是北約 他是一個軍事同盟 就像你剛剛說的 他是冷戰時期 當時為了對抗蘇聯呢 所形成的這麼一個軍事同盟 後來經過這個冷戰的 不斷的發展 然後中間慢慢增加一些 增加一些原額 到蘇聯瓦解之後 很多周邊國家呢 陸陸續去參加 甚至就是說 原蘇聯的加盟共和國呢 也多個國家陸陸續去參加了北約 所以造就這麼大一個 怎麼說呢 全球最大的防衛體系 這叫北約 歐盟是什麼呢 歐盟是歐洲國家 在一個自願的基礎上 想要慢慢組合成一個更大的國家 所以它最早是一個 這叫煤剛共同體嘛 然後後來慢慢把這個原子能 也加進來把這個加起來 慢慢再跟什麼 跟共同市場結合 歐洲共同市場 歐洲共同市場 就叫做歐式結合起來 所以變成什麼呢 它變成一個歐洲開始逐步 用中文來說叫一體化 說得簡單點就是 它這個統合的過程 有點像什麼呢 像1776年到1789年的美國 各州 然後慢慢變成聯邦了 13州 然後開始慢慢慢慢說 我們要變成一個國家 什麼叫變一個國家呢 各州或各成員國呢 讓渡很大的主權出來 然後組織一個聯邦政府 這聯邦政府呢 就開始管轄這個共同事務 那但是各州或原來的各邦呢 然有相當的獨立性 所以歐盟現在像是一個邦聯 但它慢慢走上一個聯邦的過程 雖然它這走得比較久 所以歐盟是以歐洲國家為主 然後它是一個政經聯合體 北約呢是以美國為主 是一個軍事同盟 這兩者是有差別的 最大差別就是 美國在北約裡面 美國不在歐盟裡面 然後美國可以領導北約 美國不可以領導歐盟 這是最簡單的說法 好 講起明白這個差別之後呢 我們現在就可以談談說 北約跟歐盟呢 即便是以歐洲為主這個國家 歐盟這個經濟體 為什麼它對中共會有這麼大的不滿 就像你剛剛所說的 沒有錯啊 大概十萬年前歐洲國家 對於中共的關係態度 都還是不錯的 那為什麼這幾年出現這麼大轉變呢 其實比較大轉變呢 是兩三年前 當時呢 中共跟歐洲很多國家 主要是跟歐盟國家 談什麼呢 談中歐投資貿易協定 是 這東西談了多久呢 談了七年 到去年前為止談了七年 那後來現在停下兩年 所以到現在我意思說 應該是九年前 九年前開始談 談了七年之後 在一兩年 一年多兩年前了 談的差不多了要簽字了 就爆發什麼問題呢 新疆雪棉花事件 新疆雪棉花事件一出來之後 他們說哎呀 你們是不是在用奴工啊 然後在這個虐待 然後在滅絕維吾爾人 然後歐盟國家呢 就象徵性的這個制裁了 幾個中共的機構跟個人 中共呢不甘示弱 還手呢 就制裁了歐洲幾個機構跟個人 歐盟就生氣了 歐盟想說第一 人權呢是一個普世標準 而我們歐洲國家呢 我們歐盟國家呢 對這問題非常重視 過去不是沒有跟你講過 跟你講過多次了 那現在呢你犯了 我們象徵性的懲罰你一下 你如果低頭認了那就算了 或者摸摸鼻子過去了 我們就算了 現在你不是你先還手 那我們也下不了台 所以現在怎麼辦呢 雙方之後鬧了就僵掉 一僵了之後就是 中歐投資貿易協定 談了七年之後 啪停下來了 中共那時候已經跟美國 開始打貿易戰了 所以本來希望說 拿這個中歐投資貿易協定呢 加大跟歐洲的這個貿易呢 然後抵消美國那邊損失 就現在美國那邊貿易戰進行 而如果盧推的再加碼 現在跟歐洲這邊又鬧翻了 所以第一件事情是 從雪棉花所引發的人權問題的增值 這第一點 第二點就是跟你剛剛提到的匈牙利 一帶一路 中共在這個十萬年前 開始推的一帶一路的時候呢 其實嚴格說他們有一個明確計畫 後來是逐步逐步才來推出來 逐步逐步修補呢 就一塊塊上去增上去 覺得說這東西可以做可以做 就增上去了 所以當時我們就說 一帶一路推出來的話 它有一個優點一個缺點 優點就是呢 大大擴展了中共呢 向西開拓的這力度 那時候劉亞洲不是寫過一篇文章 叫西部論嗎 是 對不對 他就特別講新疆的重要性 怎麼呢 所以可以以新疆為橋頭堡 然後向西邊去發展 所以第一個優點就是 拓展了中共跟西方 或者說經由中亞地區 然後到歐洲地區呢 跟那邊的連結 不管是貿易的連結 文化連結 還是最後政治上連結 那個都是一個很重要的突破口 但一個缺點什麼呢 一帶一路呢 北邊到最後 一定會碰到俄羅斯的阻撓 南邊呢 一定會碰到美國 日本加印度的阻撓 這是當時一帶一路推出來的時候 我們做了預言 還有很多細節我就不多說了 總而言之就是 一帶一路呢 真的開始落實之後 歐洲很多國家發現說 一帶一路後面很大的陷阱 它兩大陷阱 第一大陷阱就是 它可能會形成債務外交 對大部分歐洲國家來說 還沒有形成 但對一些亞太地區 跟對非洲國家已經形成了 這我們就不細講了 更重要什麼呢 中共藉著一帶一路呢 變成說我可以拿來當作 統戰當地這些官員 政府官員 然後賄賂買東政府官員 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工具 所以當這些國家發現說 原來中共這個暗藏貨胎在背後 大家開始抵制一帶一路 現在大概最大的消息 就是意大利退出嘛 這是最大的消息 宣發立憲還不知死活的 還往裡頭跳 我們將來看它付出多慘痛的代價 所以一帶一路對歐洲來說呢 變成一個值得謹記的事件 這第二原因 第三個原因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你中共對於俄羅斯侵略烏克蘭這事情 起到了這麼大的推動跟幫助的作用 這件事情我們必須提醒你 也必須選擇你 然後這件事情使得我們借敵加深 這第三個問題 第四個問題就是 最近這一年來的事情了 我們不是看見中共 現在因為生產過剩嗎 很多承受製造那些產品 就大量推出來去搶佔全球市場 它的主要的用意就是 因為對美國對歐洲貿易都已經變弱了 我現在外貨存體要慢慢要消脫了 然後我的國家產生出現問題了 我需要大賺錢 所以我用這個辦法來賺錢 但是你一旦傾銷結果 就導致大家會覺得不滿 那你這樣傾銷的話 那我們本土產業就危險了 所以這幾件因素呢 我想前後疊加起來呢 使得中歐的關係變壞 那麼不但就是在經貿方面變壞 然後在安全 在政治 在其他方面開始變壞 所以連帶的就是說 以歐洲國家為主的北約呢 對於中共呢 有了這麼大的這種反感呢 我想他應該這麼說吧 冰凍三此非一日之汗 我想剛才老師給我們解釋的 非常詳盡了 就是這個中共呢 其實我個人認為 他在習近平上來之後 他本身在這種體制上的問題 導致他裡頭的經濟上出現了問題 然後對外的政策 又所謂的戰狼外交 所以終究是跟這個自由民主國家 我覺得是還會格格不入 就覺得他們說的體系對抗 對 體系對抗 就比如說新疆人權事件 這在歐美國家的這種人權啊 或者是這個比較自由主義者 當然很難接受 那這個中共呢 他裡頭這個經濟呢 這幾年來也是出現很多問題 國進民退等等 所以以前那些想做生意的 這些認為說生意的利益 擺在人權前面的這些人 或者是這些國家的政治人物呢 也現在受到打擊了 比如說電動車啊 堆在這個歐洲的港口啊 打擊到了歐洲自己的造車工業了 所以我想 還有一個電池啊 還有一個太陽能啊 太陽能 是 所以也就是說呢 這個共產黨的這個發展路線 天生就讓他跟世界正常的國際秩序 格格不入 我想這個可能是他一個根本問題 是 是的 所以呢 我看這個最後呢 當然他在這個格格不入的情況之下 他也只好抱團啊 所以他就支持俄羅斯發動這個侵略戰爭 所以導致他自己走向一個更加困難的局面 這目前來講 就像剛才老師給我們解析的 就是我們這個北約的態度 已經非常明顯了 如果呢 這個北京方面呢 再不懸崖勒馬 再繼續挺這個俄羅斯下去的話呢 老師你想這個北約 會不會還會有更進一步的 這個動作或者是態度 來讓這個習近平不要再繼續往下 就像您剛所說的 如果說中共的這種作為跟這種態度 他不改變的話 不懸崖勒馬的話 我相信雙方的敵意會越來越強 所以第一個我能看到 就是我剛剛講的敵意 因為現在這敵意已經太升高了 你光憑剛才我們讀的這些東西 你就曉得這北約對中共的批評呢 第一比過去多了很多 第二呢 詞句比過去嚴厲很多 然後第三呢就是 他幾乎是 當然大家還沒到這個地步 但那個什麼問題出來呢 最後通諜誤導差不多出來了 是 對不對 這很重要 就是你現在做這麼多事情 我一下子要數給你聽啊 你自己看了半 你如果不準備好 那我可能會怎麼樣 當然這話還沒說到那樣子 但是意思已經算了明白了 你是體系性的挑戰 是 所以第一 敵意升高 第二呢 我當時講的我說 因為當時北約開始關切亞洲的時候呢 中共非常生氣 是 中共就用外交部呢 跟後來王毅呢 也多次批評說 你北約去管你歐洲事情 你不要管亞洲事情 是 你怎麼可以這樣講話 你怎麼可以這樣講話 你怎麼會這樣講話 你怎麼管一下說 你不能管我們 你只管那邊事情 這話這樣講是不對的 這擺明就是說 這個地方是我的勢力範圍 你別進來弄 人家這邊有沒有重大利益呢 人家自己判斷 如果你們雙方利益發生衝突的話 你可以去挑戰說 你為什麼可以這樣做什麼等等 你不能說 你不能來管我事情 那人家講說 你把手都伸到俄羅斯這邊來了 伸到白俄羅斯這邊來了 我為什麼不能管你的事情 當然可以 所以人家一句話就拨死他 所以這話我覺得講得不大高明 其實我這幾年記者講 我說 我大概四五年前 我記得我在節目上就公開講過 我說江南南海地區 跟西太平洋一定變得非常熱鬧 為什麼呢 各國的軍艦跟航空母艦 都要在這裡 然後中共新打造出來 航母的以後就要試車 所以雙方在這邊不會打起來 但是雙方在這邊就秀肌肉 所以後面情勢會變得非常緊張 但是大家不會真打 這幾年我一直這樣講 現在大家看到了 歐洲各國呢 派戰艦甚至派什麼呢 航母打擊群來到亞洲 你說英國派航母打擊群來 你不覺得太奇怪 雖然已經覺得說不尋常 意大利也派航母打擊群過來 你有什麼感想 是對不對 你這個不是講說兩千多年來 這個意大利從來沒這麼注意過 這個台灣的 所以他就跑來了 法國 德國 加拿大 澳洲這些國家 荷蘭都派過軍艦來到這裡 而且他陸續還會再來 英國也講說 將來我有兩艘戰艦 或長渡亞太會住在日本 那港口還沒有宣布 所以換句話說 大家對於印太這個地區 不管是行為也好 或是政治穩定也好 那種關切程度呢 超過中共想像 反過來說就是 台灣的重要性 遠遠超過一般人的想像 甚至超過很多台灣人的想像 很多人台灣不曉得說 原來我們在國際上 現在變得這麼重要 這麼引起大家的關注 大家不知道這件事情 所以我常常講說 你手機群組上接到很多訊息 是中共在內部製造完之後呢 然後發到農場 農場他統一轉發出來 給你們大家看的東西 你們不要去信了玩 那些都是認知善 都是中共為了混淆視聽 為了削弱你對抗中共的意志力呢 而發的訊息 我在說什麼呢 我說國際社會 不管是美國也好 日本也好 加拿大也好 乃至整個歐洲社會先進國家 對於台灣 對印太地區關切 遠遠超過大家理解跟想像 所以我們在晚上講就是 有更多歐洲國家 將來會陸續派更多海軍 來到亞洲地區 然後剛剛講了 北約跟印太的四國呢 加強了關係 所以最後結果是什麼呢 不但國際上 有些歐洲國家 對於台灣的關切度 會越來越高 而中共在國際上的孤立程度 也會越來越高 這兩者是齊頭並進的 所以我們看一下中共擔心什麼呢 中共擔心對台灣的外交封殺 會全面潰滴 全面崩潰 我認為這是他最後擔心的事情 好的 我想這個老師提醒了我們 就是台灣其實現在 國際上的重要性逐漸提升了 這個就跟我們節目裡面提到 就是在台灣不只是一般的這個 對國際關係比較不了解的這個人 可能受到中共認知戰的影響 甚至以前我們講到很多那種老朋友 老師講到的 這個也是國際關係的專家 也受到這個影響 但是也只有我們節目的老師 鎧切地提出了這些事情 其實很多都是中共的一種認知戰 我們還是在台灣 要認清我們自己的地位 跟我們自己的重要性 不要自亂陣腳 我想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那這個中共它的這個 孤立台灣的這個外交 剛才老師跟我們提到 在現在這個國際氛圍下 有可能全面潰滴 但我認為如果中共的體制不改 我看到真的全面潰滴的 恐怕不只是對台灣的外交封堵 會不會是它裡頭自己的這種統治 有沒有可能全面潰滴 我覺得恐怕都是值得關注的 老師您說這樣的觀察有沒有道理 如果蘇聯可以崩潰的話 中共也可以崩潰就這麼簡單 是 我想今天的節目 這個從這個北約峰會 談到亞太 談到這個歐歐戰爭 非常感謝明俊老師給我們一個 非常重要的觀察跟這個 深刻的這個視野 非常謝謝老師 謝謝 我想這個我們節目持續地關注 世界跟中國跟亞太跟兩岸的局勢 非常感謝各位觀眾朋友的收看 除了批評指教之外 希望各位能夠按讚分享訂閱按下小鈴鐺 非常感謝各位 祝各位身體健康 我們下次再見 好這個我覺得可能都一貫的 因為譬如說這些什麼這些軍頭 我們之前講過這些倒台 那倒台 你的外交部門也出事 這些軍頭也出事 那這個也有很可能就是 各式各樣的這種里外 就跟清朝末年 其實也是裡面有內亂 然後外面有外敵 然後它裡頭的經濟 也出現各式各樣的問題 最後問題就是財政 財政和糧食 就兩者發生 一個和兩個同時發生都有可能 當然現在還有一個 我們就是看過 然後不曉得將來會不會發生 就是疫情會不會再反撲 那這些都是很難講的 所以中共的體制 就是我講 我說沒事就沒事 但一有時候 那一崩潰起來 那就比大家想像快很多 蘇聯跟東歐的崩潰 所以我沒有跨到超過大家想像 對不對 當時我在學校教書的時候 因為我不開那個課 所以我日常算比較輕鬆 就是上國際關係的時候 講一下這個上個週末 哪個國家又垮掉了 上個週末哪個國家又垮掉了 聽說我一些朋友在那個 在美國教書 在哈佛什麼教書 他們開什麼課呢 開蘇聯跟東歐 課都不知道怎麼開 因為每個禮拜 上個禮拜剛剛講完 那個波蘭垮掉了 下禮拜說 啊 匈牙力垮掉了 東德捷克有沒有垮掉 每個禮拜來上課 都不曉得怎麼上 所以他們跟我說怎麼辦呢 他把週末的那個 大的報紙帶進來 因為週末那報紙不是很好 美國那報紙很厚 對 把那天爆起來 來 我們看上禮拜 發生什麼事情 我一個人來講一講 然後他看說 那下禮拜大家看 誰會倒掉呢 就這樣上課 幾乎沒辦法上課 所以我那時候 當然因為我們還在想什麼事情 那時候1989六四民屠殺剛過 我們還在幫那些民運的朋友 幫他們安身立命啊 幫他們開會啊什麼等等 然後跟他們怎麼協同啊 看怎麼推動中國民主化 結果沒想到東方不亮西方亮 西方一二二垮掉 所以當然想說 這波什麼時候反回來 現在看起來差不多該回頭了 所以其實習近平他們心裡有數了 他們怕也是怕這個 所以一天都講穩定穩定 防止和平演變 防止什麼顏色革命啊 其他防救的東西 是 像剛剛老師提到一個財政 一個這個糧食嘛 財政這個它地方債務啊 什麼恆大這些地產業 這個已經是 他自己都半公開承認了 是 那現在糧食最近水災嘛 然後這個台灣最近這個颱風嘛 颱風現在也是直往中國大陸了 所以如果它這個天災問題 持續下去 我看這糧食喔 這個交通恐怕也是一個問題 當然糧食它可以說 我靠這個國際市場 這個向國際市場購買 但是又碰到現在這個國際環境 而且這個糧食問題 我個人覺得在中國大陸 不是只有說沒有飯吃的問題 而是農村穩定問題 農民穩定問題 你這個不只是這個沒有糧食了 就跟國外買 你這是幾億人的這個社會基礎問題 而且還有一點就是 其實有一些事情 我們不太想在電視上講 就是中產階級反貧的問題 是 對不對 中產階級反貧呢 比人這個就是 比一直貧窮的還要來危險 有時惡反減難吧 對… 所以這個事情我覺得 這個才更有關圈 是 謝謝老師 謝謝老師